中欧的投资协议是要签了 不过正式生效会是困难重重吗 牵涉到很多执行的细节 会让这个协定即便是有 但是后续不乐观吗 我们来看这个欧盟委会公布了 广泛投资协定 所谓的CAI相关的细节的部分 四大区块包括了开放投资的市场 改善投资的环境 建构可以持续投资的关系 跟争议解决 相对的大陆式开放的一共有13个领域 这规模非常的庞大 方方面面 包括了制造 汽车产业 金融服务 卫生安全 生物资源 电信 电脑 国际海运运输 空运 商务 环境服务 建筑服务业 跟欧盟投资者雇佣 所以规模庞大 我请他请他过远 后续执行的细节部分 你觉得有地链区块 主要在哪些 我觉得第一个 比如说像德国的汽车 这是很明显 就是他要解除那个合资的要求 股权上限他会放宽 这个对德国当然是很大的利多 然后还有几个 本来没有开放的领域 他要开放给欧洲 比如说私人医院 他说北上管森地区 这大城市的私人医院他要开放 云端的相关科技的投资 那这个也没有对美国开放 那我觉得他当然也有考虑到 科技战下 他可能要跟欧洲的部分 比较大型的科技公司 来建立战略合作 比如说欧洲也有一发半导体 就是他基本上我觉得 我们接下来会看到 可能会有一些战略合作的方案 会提出来 其他我觉得主要是欧洲也要追上 美国跟中国签的 那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 因为有一些已经给美国了 那欧洲等于是反超 比如说像金融业 那就是立刻追上美国 或者比如说房地产 还有相关的服务的企业等等 不过显然他对欧洲的开放 又要再高一点 那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变化 第一个就是 日本韩国也会很吃味 因为日本韩国的大型企业也蛮多的 不吃味就加速签中日韩FTA 对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 那日本想要签中日韩FTA 那要不要联动到 你也帮我参加CPTPP 又联动到了 那美国也会吃味 美国拜登就会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来进行第二阶段的 波宇你刚刚讲到的是 其他周边国家 或其他的区域的关税组织 会有不管是吃味 或者是想要跟上脚步的问题 对 但我刚刚的提问是说 这个领域这么多 那大家对于这个 实施的执行细节 不是那么乐观 是牵涉到双方一些更 深层一些 孙水区的一些利益 那些会在哪边 我们先讲批准啦 因为欧洲议会大概六七月要投票 然后接下来还要各国批准 所以一般预期大概2022才会正式上路 一般预期啦 所以还有一年的准备功夫啦 就哪一些东西是真的可以签订 具体的合作的领域啦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企业会开始接触嘛 所以今年你不用担心会有你讲的问题啦 还不到那边 那个执行面要明年才会比较浮上台 不过这个协议签计 因为刚好轮值国主席是德国啊 所以大家会比较focus 关注在汽车产业啦 制造业啦 对于欧洲企业的一些利多 也是刚刚郭源提到了 过往这个所有的欧洲企业 进到中国大陆 必须要跟当地的公司合开一家新的公司 持股外资上有些限制 但现在都放宽了 其实大家欠解 因为协议当中改善投资环境的区块里面 最重要就是当时北京的坚持 我刚提的几个点 必须要先合资 必须要有外资持股的限制 必须要有国企的补贴技术转让这一块 那后来北京也都放宽 这相关的条件 我请教你的是 习近平讲了 我们开放 代表说我们有决心跟信心 我相信信心这个字是相对的重要 因为他们已经既然 愿意也敢做这一步的话 就代表不担心 我们接下来竞争会因此而失去了竞争力 那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 大陆的国企的利弊 因为过去有国家的一些补贴 技术你强迫大家转移过来 当然对我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那现在都开放的话 对于大陆的国企 你觉得相关的利弊跟风险在哪里 而且包括了电信产业 欧洲企业进到中国大陆 那相对华为在欧洲的业务 会有一些连带性的影响吗 我先讲一下您刚刚问的国企 其实中国大陆的国企 它必须要变成可以面对市场压力 跟市场竞争的国企 而且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它的国内大循环 跟国内国际的双循环的 这个两条路走的时候 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改变 就是他们开始把国有的力量 要从运营公司就是国企 转成一个资本投资的概念 所以他们叫它去投资 新的社会 新社会工程 新的城镇化 新的两众一新 都是把国家的角色 改为由资本投资 去支撑产业的角色 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我国家 设立一个国企来做这些事 所以你的那个大的问题 事实上是含在一个 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双循环 跟国际接轨的时候 它国企必须要面对的 所以我们还是回头来讲一下 你仔细去看欧盟 怎么样告诉它的成员国 说我们为什么要签 就是第一个 你刚才讲的那个部分 市场开放 好比说以前大家都知道 BMW在那个沈阳有厂 就是必须要合资 要在中国大陆要技术移转 所以现在说 这些东西我们开放了 可是更重要的是 你要回头从一个欧盟角度来看 从2008前后 他们就在看2020以后的欧盟 它的成长引擎到底是在哪里 我要到哪个地方找到一个更好的 能够在市场上容许我的扩张能力 而且可以跟我对接的 所以从那个时候 他们就已经定了 中国大陆会是它一个 非常重要的成长引擎 虽然在2014才开始谈判 所以如果完全 从一个欧洲中心主义来说 签这个东西 我增加一个贸易伙伴 我减少了我进入市场的障碍 同时我增加了我在那个地方的 制度跟结构性保护 因为这边有包括 它有一些监理的机制 有争端解决机制 同时说必要的时候 行政程序必须要透明 甚至他们在定未来标准的时候 要有欧盟的人参加 然后最后可以有司法来做仲裁等等 好 这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的欧洲的经济 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 我下面要去哪里 我怎么样才可以回到 6% 7%每年的这个成长 显然非洲还不是 非洲已经是它长期的殖民地了 如果是的话早早就去了 对不对 所以中国是一个 但我们看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是中国得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这个谈判真的是经典 就是双方看起来都是 非常不让的很多的坚持 但是双方各自得到他想要的 欧洲希望能够打开 就像当年的欧洲人八国联军 等等的要打开中国的市场 可是中国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能够在他的体制上面能够改革 也就是习近平他们在最近的时候 一直不断讲的 习近平主席他就特别有讲过 我整个国家的体制要改变嘛 要跟其他的地方对接 无论是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化 然后慢慢的降低负面清单 无论是他的整个的制度 用试点的方式能够连结起来 这些东西他很多要进入新的地方 他需要一个台语叫做 要有一个带路的人 用那个黄老师的话 就是你要进一个港口 你要一个引港的人 那现在美国是一个这么不友善的 动不动 连你的那个所有的通讯公司 都要叫你下市的 这么不友善的一个人 那显然你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朋友 帮助你把你的制度和你的其他的需要 去调整的行政程序也好 政府组织运作也好 甚至到了你的货币 跟你的国际交换机制也好 能够更加的纳入一个新的大的体系 藉由外力进行改革 短空长多 他看起来是被迫开放了那么多 但事实上这些东西他都是非做不可 否则你不做这些事情 怎么会有国内国外双循环呢 如果你不去做这些事情 他的体质怎么可以跳起来 能够成为在未来的时候 设定游戏规则的一个重要的player 那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这一次呢 中国大陆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 他事实上是没有让 譬如说大家一开始说什么 劳工法官 法规 环境等等等等 全部都包裹在未来可持续发展里头 中国大陆承诺将来要用企业社会责任 要开始去做国际劳工组织 所要求的这些事情 这都是放在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并没有立刻要求说 你做了以后我们财迁 我帮网友提问 这样就卡住了 所以啊 所以他让的东西呢 是他需要的 所以什么是欧洲接受了嘛 他可能是他需要的 他没有让的东西呢 欧洲也接受了 我帮网友提问 因为很多人私讯给我 叫我 如果倩姐有来节目 叫我问这一题 他说那华为在欧洲业务 会有什么联动性的影响 会因为这个协议而变得更加顺畅 还是说会有其他重启这些谈的过程 所有的东西 两边的开放都是对等的 这一次欧洲是很 欧盟是说 我们本来就已经开放了 但是你最近跟着美国 设立了很多的关卡 那既然我们现在要谈双边的投资 这是实力为原则的 包括电信产业 因为你看在2019年的时候 中国对欧洲的投资是 1021亿美元 欧洲对中国的投资是1400亿 两边已经差不多了 10年以前是欧洲单方去中国投资 所以我们现在既然要讨论投资的话 双方必须要有对等 那这中间谈判的空间 就越来越多了 刚刚欠姐的确是有些外国学者他的论调 就是我们欧洲 基本上市场本来就是开放 所以你大陆开放这些领域来讲 我们起跑点不是那么的平等 欧盟自己这样写的 对 欧盟自己这样写的 他的网站这么说 哈佛大学有个学者 叫做Philips Lee Kohl 他说协议这主要的内容 是取悦了德国少数的跨国公司了 是用这观点来做分析 纽约时报是讲说 每个人要达成协定是因为 德国的汽车在大陆有大量的业务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 德国要去如何面对 欧洲所有的成员国可能出现的杂音 这当中包括的 有些国家的产业类别 并不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像制造业或其实产业 在大陆有这么大的市场 但是他们从这个当中 拿到什么样的好的部分 他们怎么样去进入 中国大陆市场 也同样能够得到多的利益 他们认为包括了这一次 所谓的人权牌 没有打得太用力 如果打用力下去的话 可以让中国大陆有更多的让步 这是他点出来 纽约时报说 或许德国要跟欧盟成员 其他国家做的一个交代 第一个 美国面对中欧这个贸易协议 他的看法他本来就有一个 另外一种视角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 其实刚刚这个倩姐讲的那个 非常非常关键 就是说他本身 不管欧盟要什么 跟中国要什么 如果双方没有共同合议的话 他不会这么快 或者是在这个时间点选择 他已经答应了 其实刚刚讲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规范 中国大陆 我们其实整个中欧贸易协议 就我来看 今天你不管去说服 没有办法获利的 非汽车产业的 非德国的 其他欧盟的产业来讲 其实真正关键是在长多 而且是集体的 也就是说今天市场准入 因为如此 你如果眼睛只看到汽车业 或者是德国某些 特别获利的跨国企业 你没有想到 这个欧盟整体进去 用集体的力量去把市场准入 给他打开 所以他的获利的空间 是可以指望的 尤其是这个规范 这个时间点还卡到了一个 十四五规划 要在今年三月份 在人大中间正式上路 那么中国大陆本来在2025 中国制造下去以后 就已经很多人开始在谈 不是谈那么战术性的 中国制造 或者是这种manufacturer之间的问题 而是中国更高的去想 他对于未来世界规范的 主导权或参与权在什么位置 所以战线已经拉到2035了 所以我看这个协议基本点 是往10年或15年以后去看它的效果 我稍微补一下 譬如说欧洲最近通过了 它的数位服务法 数位市场法 这些都是跟美国是针锋相对的 所以相对的 它如果跟中国大陆 在数位服务 数位市场上面 可以有同一致的标准 可以互相开放的话 那你就是第二第三的市场 加起来大于第一的市场 未来最后的规范 跟最后的标准standard 就可以由第二第三至少你可以有两套 不同的标准并行 所以大家看很多分析的文章 或学者发表的一些评论 要了解一下它是哪一个国家的人 或者哪一个国家的机构 来 郭委员跟你请教 进广告前的问题 梅克尔他已经确定了 他是今年第一次 跟德国的人民发表元旦谈话 9月国会大选他不会参加了 那我们列个时间走 这被称为是欧洲之母的梅克尔 难民之母的梅克尔 从2005年当家之后 一路带大家走过金融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 难民危机 跟去年的疫情之下的 欧洲史务潜力的纾困的金额 那我想请教你 他离开德国这个总理的位子之后 你觉得对于欧盟 他最要关注没有梅克尔的日子 是哪一个点 他9月就不选了嘛 事实上梅克尔 光是化解这个金融危机 还有让欧洲的央行 来发行这个基金 这两个就是很大的贡献了 当然他处理难民 这造成很多后营症 事实上我对欧盟并不乐观 我事实上一直对欧盟都不乐观 因为他内部没有统一的财政权 要处理也没有统一的国防权 所以未来要处理很多一些矛盾 他是很难使上力的 所以说中欧这个坦白讲 我觉得梅克尔是抓到历史的 一个点 最后的一个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比较有筹码 让中国打开市场 而且郑永远讲了一句话 郑永远说这个是中国第三次改革开放 第一次是邓小平推的 第二次是WTO 朱镕基 那这是第三次 所以你知道那个规模是大 那个欧洲很多企业都会获利了 那是因为美国实在是气疯了 所以就拿德国企业出来打 事实上以中国市场规模这么大 项目那么多 欧洲很多企业都很有竞争力的 因为欧洲已经跟美国来往那么久了 而且美国也没有限制 而且中国已经是欧洲的第一大门合伙伴了 所以你去想他市场开放要求哪里 当然是求中国嘛 你怎么可能求美国呢 而且美国的企业都是你的对手 那反而中国作为你的先发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嘛 所以我觉得梅克尔等于是在帮欧洲打最后一个球 那也许是我们说二雷安打好了 二雷安打 那接下来是谁继续打三雷的 马克宏吗 不容易 坦白讲不容易 因为这要累积一定的历史的声望 我们继续分享回来大家看还有这个 金融时报对于2021年全年度做了一个大预测 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部分 回来聊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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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